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繼續講一些新的項目 我們今天講的項目就是Merlin Chain 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都是一些Bitcoin Layer 2 Powered by Bitmap Tab Bitmap Tab 就是你當作元宇宙地的比特幣版本 我現在都是做這個Layer 2 為什麼今天會介紹這個項目呢? 其實就是因為發生了這個 Merlin Chain有一個最大的發展 Layer 2 就是它會派20% Layer 2的代幣 給大家 現在暫時是支持 14個Bitcoin的 這個大概就是它的官網 官網有差不多15萬人 有人follow 現在去買中文版 現在這個就是中文版 公平的發射 會發射20%的代幣給社區 就好過其他的5% 會支持比特幣的原生的資產 然後有連結 我們可以按進去 這篇就是一篇Medium的文章 講究竟這個Merlin Chain的主網側壓活動 就開始了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現在看看 現在開始了 Biggest Fair Launch of Layer 2 就是當你透過側壓 不同的資產 就可以累積到這個叫做M即分 你就可以獲得這個代幣 都是免費的 那側壓獎勵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你可以分成20%的代幣 就是MERL代幣 如果你傳入Ethereum 就是大家都應該會傳入Ethereum 就會還有這個原生的側壓收益 然後如果你可以參加它這個原生的DEX 即一些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這個叫Merlin Swap 你去提供流動性 即Liquidity 就可以獲得獎勵 也可以參與上它的DeFi 也可以獲得額外的獎勵 這就是它的代幣如何分 有20%就會去這個活動 所以其實也不少 它就會進行這個資產快召 然後它就會根據你的比特幣的資產 去派這個M即分 這就有點簡介 例如一個用戶側壓了10個Audi 那天Audi的快召時間是60元美金 然後比特幣是40,000元 就會計到那個用戶是有0.015的比特幣 那天它就會有150個積分 大家就可以繼續累積這個質額的資產 可以獲得更多積分 那最後呢 它就會這樣去計算 你兔兔有多少這個幣的獎勵 那現在呢 其實還未開始 但是呢 我建議大家提早準備 這樣呢 就萬無一失 那現在呢 就可以側壓什麼資產 包括比特幣 BRC20的資產 這裡有些例子 bitmap 即是這個 元宇宙地圖 然後BRC420 它那些盒 那些NFT 以太幣 USDT 和USDC 以後可以用的錢包 暫時就有UNISET 和OKX 那然後呢 大家如何提升收益呢 就是 當你側壓之後 你可以選擇做這個隊長 或者可以加入以後的隊伍 那當你的全隊側壓 去到一定金額的時候 大家可以有這個積分的加息 那例如 我們說一個比特幣 那就隊長加0.1% 隊員就0.05% 那然後呢 Murling Chain上面 側壓的代幣 會成為這個M Token 那你就可以體驗 Murling Chain上面的生態產品 交互生態協議 以及來提升這個資產的利用率 那你可以有什麼呢 基本上就是這四樣東西 關於這四樣東西 其實就是 都是一些很基本的東西 例如DeFi 例如在Murling Chain裡面做交易 然後呢 這些錢 就會在四月的時候 解鎖 那這就是活動的時間線 究竟發生什麼事 第一階段 就是可以入錢 每天獲取這個M值分 第二階段 然後呢 這些側壓的資產 就可以在Murling Chain上面 去用這個交互生態 和DeFi 去提高整體收益 之後呢 這個代幣呢 三月就可以拿了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 即分換代幣 然後側壓的資產 就會到四月解鎖 這個是一個 Timeline的圖 這個Murling Chain 因為可能之前 有些項目 是會走路的 所以它也會用了 這個 COPO的NPC 即是 錢包解決方案 去保障這些錢 會很安全 然後呢 這裡就是關於 Murling Chain的一個簡介 Murling Chain 是一個 Bitcoin Layer 2的解決方案 有些什麼東西呢 ZK Roll-up 網絡 Decentralized的預言機網絡 以及這個 比特幣上的欺詐證明等 關鍵模塊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 新技術 去確保 Murling Chain 可以正常運作 現在這個 Murling Chain項目 是未開始第二部分的 但它第一部分開始了 就是這個 我之前也拍過一段影片 就是這個 People's Launch Pad 就是你可以獲取這些 Power 然後大家也可以 用這條 Link 這樣用這條Link 就會 可以有 額外的 收益 這樣 那 就大概 今天就update到這樣 先 如果之後 有些什麼 新的update 我也會跟大家 去 講解 多謝今天大家 看這條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